不知从何时起,潜规则一度成为了娱乐圈的代名词,上至一线大咖,下到十八线小艺人,似乎都逃不过遭遇潜规则的魔掌。 而就在近日,奥运冠军张继科涉嫌赌博仪式被吵得沸沸扬扬,背后牵扯出当红女星景田的思照被曝,对女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 女明星遭遇的不公平对待,或许在娱乐圈内已经成为了常态,她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对于娱乐圈的黑暗规则,她们是如何应对的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杨幂作为娱乐圈内的顶流女明星,颜值字是不用多说。 童兴出道的她,尽管在娱乐圈内以女王著称,却也免不了遭遇圈内的潜规则事件。 大而那年,因参演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,杨幂在剧中古灵精怪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后又因王昭君一脚,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人美系好的女孩。 可人红事非多,小小年纪就突然爆红,这让杨幂顿时感到不知所措,慢慢的, 她也遇到了不少圈内大佬伸来的橄榄枝。 但杨幂的做法,却可以算得上是教科书的级别。 2010年,杨幂作为当红小花参加了访谈节目《非常近距离》。 在被问到对娱乐圈潜规则问题的看法时,杨幂表示自己也曾亲身经历过。 一开始觉得恐怖,因为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,比如接到电话或收到短信之类的。 那时,年纪还小的杨幂第一时间求助了自己的经纪人。 对于这些从天而降的机会,杨幂选择了视而不见,并没有给幕后的导演们可乘之机。 但拒绝潜规则的后果也是非常残忍的。 即使欠了合同,杨幂在临近开机前同样避免不了被换缴的命运。 而顶替她女主角之位的,竟是导演的某位不知名女友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杨幂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,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 在采访中,杨幂非常坦然地回答道,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努力,我就当作没看到。 后来,凭借着《公所心欲》和《小时代》系列,杨幂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巅峰。 这些年来,杨幂不仅成为了娱乐圈里的女王,同时也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女王。 同样活成了女王的,还有演员七威,被观众们称作七哥的七威,也曾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。 要说娱乐圈内性格最豪迈的女明星,七威绝对算得上其中一个,一直以来,七威大方豁达的性格,让无数女生渴望而不可及。 尤其是她在各大节目中的女王发言,给了女孩们很多人生和情感上的建议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强大的事业女强人,也曾因为圈内的潜规则事件沉寂了很多年。 在接受采访时,七威曾经说过,我有自己的原则,我不会为了妥协而妥协。 这番发言并非是空穴来风,而是在七威遭遇圈内大佬的威胁后最真实的发言。 2011年,年仅27岁的七威正值大好青春年华,年轻貌美。 此前,她已经凭借着古装剧《美人心计》在娱乐圈内小有名气。 这一年,在拍摄作品《回马枪》时,七威就曾受到了资方的威胁。 对方甚至直言,若七威不去澳门赔完七天将删除她所有的戏份。 面对投资方的要求,七威并没有妥协。 后来,几个幕后制作人甚至轮流上阵劝说,但七威仍然没有出卖自己,并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。 而七威的坚守自我,最终也失去了上镜的机会,剧组将她的所有镜头都删个精光。 尽管如此,七威也并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,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,靠着这种手段换来的成功,终究不是自己想要的。 如今的七威,靠着多部好剧和综艺节目,成为了圈内炙手可热的女明星。 她嫁给了爱她的丈夫,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,生活被她经营的蒸蒸日上,但曾经那段被冷落被血藏的过往仍旧历历在目。 娱乐圈到底有多黑暗? 正如影帝黄渤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,在红了以后就会发现身边的都是好人。 如果说,潜规则事件会在一线明星的身上出现,那么对于一些不太出名的艺人来说,更是难以保障自身的安全。 2003年,一位名叫张玉的十八线小艺人突然在网上火了起来。 关于她爆火的原因,并不是播出了什么出圈的作品,而是靠着一条又一条的丑闻。 张玉是谁?曾在二十年前大火的《大清蒙古王》《蓝色妖姬》等电视剧中都有她的身影,可她却只是个岌岌无名的小配角。 但她并不满足于现状,靠着一场发布会,张玉成功地让自己火了起来。 2003年底,张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,突然曝光了自己和圈内多位大佬发声关系的视频录像带。 据她透露,视频中包括了知名导演黄建中和张继光等三十多位圈内大佬,而这一举动无疑掀起了娱乐圈的一场血雨腥风。 当被媒体们问到为何要这么做时,张玉称想要这些背后的大佬们身败名裂。 原来,据张玉描述,自己曾在一次饭局上遇到了导演黄建中,两人达成共识,通过潜规则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各取所需。 但是后,黄建中却翻脸不认人,答应让张玉出演新剧女主角的约定也没有实现。 一气之下,张玉便把手中的所有黑料曝光。 第二天一早,张玉事件登上了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,作为当事人的黄建中立马做出回应。 对于这种说法,黄建中显然是不认同的,他承认确实和张玉参加过饭局,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,他就完全不知道了。 此话的言外之意,是在指责张玉利用不正当的手段上位。 一番争执之后,吃瓜群众们对双方的话都半信半疑。 但当时的著名女演员刘晓庆突然出面,指责张玉是搅黄圈内风气的老鼠使,这场闹剧的真相瞬间变得扑朔迷离。 此时对张玉来说,即使手握铁证,也无法撼动这些幕后大佬在圈内的地位,但外界却对娱乐圈的黑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 和资本对抗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,张玉成为了过街老鼠。 她在热播剧中的所有镜头都被全部删减,似乎此人从来没有踏进过演艺圈一步,从此遭到了封杀。 但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圈内的女演员才会遭遇潜规则事件,那就大错特错了,男明星们同样逃不过被潜规则的命运。 作为唱跳歌手出道的薛之谦,现如今已经凭借着一副好嗓子成功在歌坛里占据了一方天地。 抛开歌手的身份,薛之谦的另一重身份还曾是个演员。 但刚出道时的他,却因为娱乐圈的潜规则事件被雪藏了好多年,同时也失去了大火的机会。 当年,薛之谦因为帅气阳光的外形被投资方看中,对方赤巨资对他进行了包装, 并邀请他出演新剧的男主角。 当时年龄上小的他表现得非常兴奋,可他不知道的是,到手的机会竟不翼而飞。 一天,薛之谦被投资方老板娘叫来房间,老板娘指挥他开始铺床叠被子, 而单纯的他并不知道这就是潜规则的潜兆。 薛之谦跟着老板娘进了房间,乖乖得开始铺起了被子。 可下一秒,老板娘竟直接让薛之谦进去洗澡,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,连忙拒绝并慌忙跑出了房间。 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,薛之谦到手的演戏机会不翼而飞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,薛之谦陷入了抑郁。 但好在,凭借着过硬的实力,他在选秀节目中获得了出色的成绩, 并成功出道,现如今备受关注。 有同样遭遇的,还有当红小生李献。 李献刚出道时,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小演员, 但在一次同行的聚会中,李献被圈内的某位高层看中。 这位圈内大佬表示,只要李献接受了前规则, 便可以瞬间坐上一线男星的位子。 可第一次经历此事的李献瞬间慌了神, 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但是,正义敢驱使他当场离开,并拒绝了这一黑暗规则。 无一例外,得罪高层的结果就是所有戏份被删减, 李献错失了大好的走红机会,手中的资源也全部消失不见。 被血藏的李献不仅接不到任何作品, 慢慢地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。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 他的努力渐渐感动了不少圈内导演和制片人。 从岌岌无名走到如今的大红位置, 只有李献自己知道, 这些年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这些骇人听闻的明星、 潜规则、经历, 其实还都只是娱乐圈内的冰山一角, 而真实的情况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 可以说, 这些所谓的圈中大佬, 在背后占据着绝对优势。 不管是圈内不知名小艺人, 还是当红明星, 都曾或多或少经历过 这些黑暗的规则。 但如何选择, 想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功, 这就是当时人们自己的选择了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